延延下室的夏季,各类生物已经恢复生机,大都开始旺盛的生命活动,很多生物会在夏季繁殖后代,哦呸,很多人开始运动。 那么,延归正转夏天什么时候锻炼最好? 答案是早晨和傍晚,因为这两个时间气温比较凉爽,也可以避免发生中暑和日热病。 一般情况下从事体育锻炼时,尽管人体不断产生热量,虽然人体能散发一部分热量,但是,在气温高,湿度大的条件下运动时,还是很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的。 如果有点中暑怎么办? 一,吃西瓜补水,夏季随着人体大量的排汗,导致机体出现了严重的缺水。 如果不注意补水的话,很有可能会出现中暑,因此在夏季不妨多吃西瓜来达到补水以及消暑的目的,而且用西瓜皮煎水喝,还能缓解阴输热,而出现心乏喉咳、木质、咽喉肉痛等不适。 但千万不要过量食用冰至西瓜,不冰的食物对的刺激非常大,如果长时间过量食用的话,会引起脾胃损伤,每次吃西瓜最好不要超过500克。 二,热潮三热,夏季喝热潮消暑才是王道,很多人在夏季都喜欢吃冷眼消暑降温。 三,这个是能暂时的降温,使经日常人体的温度会更高,而且如果过量的吃一些生冷食物,会是寒食生余体内,不容易被脾胃消化。 而在夏季喝热茶,能促进汗咸的蜂蜜,增加排热,除此之外,在热茶中所含有的茶多酚、糖、果胶、氨基酸等,才能与唾液更好的发生反应,从而产生清凉的感觉。 三,多吃醋,吃醋同样也是夏季消暑的食品之一,醋能增进食欲并促进消化液的分泌,并且还具有提高食欲的作用,但醋不宜大量饮用,特别是对于一些被困扬患者,更是要避免喝醋,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。 四,适量吃苦,夏季应该要多吃苦味食物,适量的吃苦味食物能达到近热泄火,提神勤劳,健脾道师的功效,但苦味食物也分体质。 对于一些比较吃含的人群,则不是饮生吃,最好是少吃或者不吃,以免诱发不同,以及吐泻,喝蔬果汁也是不错的消除方法。 将新鲜的蔬菜,以及水果榨之后立即饮用,除了能结束降温之外,同时还能给人体补充营养。 夏天锻炼选择哪些运动一,三步,中一指出,走路是夏季最好的有氧运动。 首先,快走易于掌握,其次,快走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。 另外,平地快走对膝关节,踝关节的压力小,适合包括老年人,凭弱症,严重肥胖者等几乎所有人。 快走的装备也很简单,只是一双舒适合脚的运动鞋,你就可以走上健康之路了。 二,游泳。夏季最好的运动是游泳。游泳不仅锻炼人体的手、脚、腹,而且会及体内的脏腑。 熟心、脑、肺、肝等,特别对血管有益,被誉为血管体操。 另外,由于在水中消耗的热量,要明显高于陆地,故游泳才能削减或多的体重,收到健美之效。 三,健身球。健身球,又叫保定血球。 四,运动能调和气血,输筋健骨,强壮内脏,健脑逼质,且运动量小。 不受场地,气候的限制,故事以下间练习。 四,羽毛球。羽毛球都在室内球场进行,不容易被晒到,是下肌运动的理想选择。 羽毛球运动是一项能够让人眼泥、手快,全身得到肚烈的体育运动。 五,瑜伽。瑜伽应该是MM们向日健身的最佳选择。 人的身体在夏天柔韧性相当高,肌肉不容易拉伤扭伤,是运行瑜伽的良好时机。 做瑜伽时要空腹,最好吃饭后二三个小时后再练,或者练完半个小时后的吃饭。 练习的前后半小时内不要洗澡,下期等样喝水锻炼身体。 一,适量补水。 下期锻炼人体水分蒸发较多,饮水对健身者来说也为重要,如果倒是外健身。 三,最好自己带肌尔白开水,一般来说,锻炼前40分钟到一小时是补充水分的最佳时间。 二,预防中暑。 夏日运动,人容易中暑。 此时体温突然急剧升高,又没法通过流汗散热,头痛,头晕,精神不定等随之而来。 三,如果湿度较高时,更容易发生中暑。 三,适宜运动,夏季受烈日的影响,许多运动项目就不太适宜进行。 体育暗号者可顺势之变,以攀登楼梯待气登山,以早晚散步待气跑步,以室内活动待气剧烈的踢足球等等。 在夏天饮食也是要注意。 一,注意增加一些苦味食物,苦味食物中所含的生物体具有消除清热,促进血液循环,舒张血环等腰力作用,热甜适当吃些苦瓜,苦菜,以及啤酒,茶水,咖啡,可可的苦味食品。 不仅能清新除烦,醒脑提神,且可增进食欲,健脾力位。 二,注意补充盐和维生素,到过季节最后每人每天补充维生素,B,维生素C即干,那等营养素,这样可以减少体内糖类和组织蛋白的消耗,有益于健康,可多吃一些富含上述营养成分的食物,熟西瓜,黄瓜,番茄,豆类及其具品,动物干肾,虾皮等。 三,注意不可过时冷饮和饮料,气候炎热时,适当吃一些冷饮或饮料,能起到一定的均属降温作用。 血糕,冰砖等食用牛奶,大粉,糖等制成的,不可时之过多,过量会是味肠刺激,引起不规则收索,又发腹疼,腹泻等计划。 注意不能把啤酒当饮料喝,像天气温高,人体出汗较多,消耗也大,一体罚,如果在不断的喝啤酒当饮料来解渴,有酒精造成的这呼呼的感觉会不断持续,头可出汗现象将更加厉害,这样不仅达不到解暑的目的,反而会仗低人的思维能力和工作效率。 不,注意不讲,鼠间出汗多,随汗液流失的甲鱼子也较多,由此造成的低血甲现象,为引起致带无力,头昏头痛,食欲不振等症候,热添防止缺甲最有效的方法,是多吃含小食物,鲜香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较多的甲,可酌情吃一些草莓,杏子,绿汁,桃子等水果, 蔬菜中的青菜,大葱,毛豆腿含甲也丰富,硬,注意饮食卫生,像是最好先做现吃,生吃瓜果要喜性消毒,在做凉拌菜时,云加蒜泥和醋,既可调味,又能杀菌,而且增进食欲,饮食不可过度贪量,以防病人微生物成虚而入,最后一点,一定要注意就餐规律,夏季要按时进餐,不能小吃就吃, 不想吃就不吃,这样会打乱脾胃功能正常活动,是脾胃生理功能紊乱,导致胃病的发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